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tephen 英语教室 今天这条影片想和大家分享三个超有效的方法 英语的初级者怎样可以增强你的英语能力 因为作为一个初级者,其实有很多学习的方法等等 一些很有效的方法是用不了的 例如你可能想练习和外国人用英语录作绘画 但是你讲不了,所以练习不了绘画 但是你不练习绘画,你的绘画能力又进步不了 那怎样才能打破这个困局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见到的情况就是 很多英语学习者想尝试提升他们的英语能力 就可能去看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是有一个情况会发生的是什么呢? 其实那些建议未必是适合初级者去用的 那个学习的次序出现了问题的话 其实就会令到一个初级者很容易 所谓越级挑战 他们越级挑战的时候 用了一些对中级或者高级者有效 但是其实对初级者无效的方法 所以就不停停留在同一个阶段 停滞不前,好像撞了墙 说到这里,我也想定义一下 究竟初、中、高级有什么分别 或者大概是什么感觉 首先高级者不用说 他们可能都非常自愚 甚至流利地说到英文 跟外国人沟通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而中级者就是基本上是说到英文的 可能有时候你说话会有点滴 又或者外国人说的英文你不会全明白 但是其实都明白到大半 或者看文章、看书的时候 明白不完所有的 但基本上可以不用查字典之下 都明白到大部分的意思 那这个就叫做中级的程度 好了,初级的程度是怎样呢? 就是你可能连基本的英语绘画都做不到 就是说你听外国人说英文的时候 其实像噪音多过他在说话 那你未必完全明白 但是你理解的程度 不足够你去作出一个对话 而另外你自己说话的能力 可能也都是连完整句子都做不出 可能又不是完全说不到 但是单字一两个单字嘔出来 那另外可能你看书 或者看文章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很多字不懂的 那你当然可以不停查字典 不停查到看得明白为止 但是就是非常辛苦 或者甚至基本上等于看不明白 那我估计这条片的大部分朋友 应该都是在初级者 或者初级勉勉强强去中级的阶段 而这个初级或者初中级勉勉强强的阶段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些很大的困难 是中级或者以上 就不会有这些困难的 那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一开始说了 这个鸡鲜还是蛋鲜的问题 因为英文根本难到一个地步 你看又看不明白 听又听不明白 说又说不到 那你练习不到 但是练习不到 你又发现其实进步不了 也很多时候在这个情况 初学者就会尝试去看一些英文学习 就是教英文的书 又或者自己可能会上一些课等等 去尝试 可能学够英文 学好一些文法 学好一些词汇 就可能开始去明白 或者开始去说到 但是其实大家回了这么多年 学校去学英文 或者自己再可能尝试过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都可能发现到 咦?其实原来做来做去 都是看不明白 都是听不明白 都是说不到的 那我其他片也有提过 其实知识层面的东西 如果缺乏了练习的话 其实英语的绘画能力 或者理解能力 是很难去达到的 所以在这一条片 我要和你分享三个超级有效的方法 初学者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让你可以突破这个枕颈位 是让你可以真的从初级那里 跳到上中级那里 而当你去到中级之后 你也可以再做很多不同的其他练习 去到高级或者甚至到流离等等 顺带一提 我不单止是从自己 去达到一个高级的英语程度的经验去说 我也都从零开始 学了四至五年左右的日文 也都是很长期停留在初级的阶段 而我还是找到一些方法 是令我打破到初级的樽颈位 是去到中级的日文的程度 现在和日本人沟通 日常绘画是没问题的 但是由初级到中级 和由中级到高级的方法 真的很不同 而我从自己日文的经验 发现了很多要缺 在这条影片想和大家分享 去说应该要做什么之前 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不应该去做些什么 因为要去有效率 去提升你的英语能力 做对的固然重要 但是去避免做一些不对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一开始已经提过 大家可能很容易 听了其他人的建议 不小心做了一些越级挑战的东西 而因为可能有些英文好的人 给了建议 其实他们根本分不清 究竟应该初级者是否应该做这些 还是应该中级或以上的人 才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分享几个 初级者不应该用的方法 第一就是和外国人直接用英文去练习绘画 这个建议我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之多 我想英文进步 那当然出去和外国人聊天 聊得够多 练得够多自然就会好 我绝对不否定 和外国人聊天是一个好的练习 但是初级者 因为说都说不到 听又听不明白 其实练习练习练 не значит 在中级或以上 应该是去练习练习练习 但是初级的阶段 我建议大家 自己练习练习练习 稍下会给大家多些方法 怎样自己一个人 也都可以去 drown 中级 12m的程度 在中级的程度 再去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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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另外一个建议 我经常都听到的人 看新闻 看报纸 这些就会让大家学到很多不同的词汇等等 这个我也是非常不建议初级者去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新闻、报纸这些有很多专有用语 其实你日常根本不会用的 看报纸、新闻这些 我觉得应该是高级程度或者以上才应该去做的 另外一个建议 就是可能去看剧集 可能去看影片 而不用字幕去看 因为很多人说 如果你用了字幕 你只顾着看字 你就练不成功去听英文 那就不用看字幕了 就这样听 就会练习到你的听力等等 这个建议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适合初级的朋友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字幕 你根本差不多等于完全听不明白 你对着一个差不多等于噪音 你其实听多久 你都不会学得好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 你看不明白的时候 其实根本非常苦闷 你只能看一些你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东西 这个是其实高级或甚至高级以上才应该做的东西 我现在和日本人用日文是可以沟通到 但是我也不能无字幕去看日剧 看动漫等等 这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讲 很深入地去讲大家初级者不应该做的东西 我有一本免费的电子书 有更加深入去讲解一些英语学习来说 比较上未必太好的建议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下转这本电子书 下面我会放到连续 事不宜迟 现在就要分享三个超级有效的方法 是帮初级者去改善英文 去达到中级的程度 第一个方法 就是打稳你的英语的基础 刚才一开始也有说过 不停地学习文化或者词汇 不会特别帮你提升到汇画能力 或者不会特别帮你很大量地改善到你的英文 但是基础的部分就非常重要了 而我基础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香港人在上学学英文的话 小学程度的英文已经完全足够有余了 大家其实是学完那些东西 纯粹因为没有练习 所以用不了 所以基础的部分要重新建立 而重新建立这个基础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英文书 教科书 或者上一些课去学 但是这里的重点就是 你一定要找一些有大量的练习 可以给你的一些课程 或者一些书本 因为大家其实就是这么多年来 在学校单向式地不停学习 学完之后没有练习过 没有用过 所以其实基础一直都没有打得好 而我发现不单只是香港的学校 还有可能一些其他英语的课堂 一些英语的学校 其实都是停留在单向式 不停教你内容 大家只是在学一些纸上谈兵 一些书本的知识 其实运用不了 所以有见及此 其实我自己都制作了一个课程 是专帮大家可以去打稳基础之余 例如配合大量的练习 让大家真的可以不单止停留在书本知识 而真的可以将英语 融汇贯通 将它成为来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课程 下面放一条链 大家可以按进去 了解更多的 去到第二个方法 你打稳基础的同时 你就要大量去吸收 而吸收可能是看剧集 看一些影片 或者看电影等等 就是看一些你喜欢看的东西 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有个重点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要开字幕去看 特别初级者 我建议大家开双语字幕 就是中文和英文一起的双语字幕 这里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 如果你刚刚在做第一步的基础建立的话 你做完这些练习之后 其实要不停去再继续 去见到这些文法 去更加巩固这个知识 而剧集、影片等等 这些就是最好的地方 是让你透过听一些 用native的英语的人 去说出来的英语 然后你就会因为有双语字幕 你会看到那个英语 然后你会发现到 可能在书本或课堂 见过这一个文法 然后你可以看中文去对 原来这个文法这样用 就会出现了这样的意思 大家只要不停去接触这些影片 这些剧集等等 其实因为日常生活 他们就是最大量的 是用最基础的文法 所以找一些你喜欢的 可能剧集的女别 又或者找一些你喜欢的题材 可能在youtube那里找一些 讲英文的人去分享这些题目 然后再用在netflix和youtube 你都可以去做到一个相遇的字幕 我亦都可能会做一条影片 去深入讲解这个做法 如果做完之后 我会放到link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参考一下 第三个方法 大家就可以写日记 或者可以做一个录音的日记 虽然我说日记 也不一定要每一天去写 大家可能想一个星期一次 或者甚至一个月一次 其实都没问题 如果大家要抽到时间 或者觉得做得有乐趣的话 其实每天做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习惯去建立 这个是怎样做呢 就是你每天去 你可能写下 或者甚至我比较建议 是录音的 录音就讲自己那天做了些什么 很简单 例如我今天去哪里吃饭 我今天做了些什么 或者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很简单地用自己程度的英文 去讲出来 不重要 如果有些字不懂得说 或者说错了等等 有些东西你可能不懂得说 想查的话 你可以先去上网查 或者直接讲英文 对初级者来说 我都知道应该挺难的 你可以先写下你想讲的东西 然后有些字你不懂 你首先查了先 然后再讲出来 也都没问题 而且真的不要去挑战一些 很难的文法 或者词汇等等 用最简单的文法 最简单的词汇就可以了 因为大家 其实问题也都未必是 不懂一些最基本的文法 或者词汇 大家是不足够练习 大家懂的东西 所以变成真是绘画的时候 用不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也是一个低压的练习 相比起你真的跟一个外国人 要即时去做绘画练习 你自己可能躲在房间 不要让其他人听到 我也明白 好像有点像样衰 自己在说一些很噁心的英文 但始终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做 起码不用担心在外国人面前这么大压力 你自己慢慢说 慢慢写 慢慢录音 自己听回就行了 除了这是一个好的练习之外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你可能几个月之后 听回你之前的录音 如果你配合我另外的两个建议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讲英文的能力 或者自己表达能力 好了很多 而你也会从那里获得一个成功感 这个成功感 对你的英文学习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等等 又或者觉得可能有点麻烦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试一下 做下去 大家也可能会发现 都有不少的乐趣 总结 如果你觉得你的英文有停滞不前 或者撞了墙的感觉 其实不是因为你没有天分去学英文 或者不是因为你英文的能力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是纯粹你现在这一刻 还在一个初级的程度 而可能因为你做了很多中级 或者高级的人才应该用的方法 你就更加觉得自己 为什么学都学不懂 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绝对不是你有什么问题 只要你用回我今天分享这三个 一个初级者的方法 我保证你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 也可以达到这个中级 可以达到基本英语 可以做到绘画的程度 而因为大家已经学了这么多年的英文 其实基础已经在了 只不过是打得不够稳 所以由现在大家现时觉得自己是初级的程度 去到中级 其实三至六个月之内去做到这件事 绝对不是什么荒谬或者天荒夜谭的事 另外虽然卖花赞花香 但是我刚提及过 当你想打稳你的基础 配合大量的练习的时候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我的课程 特别如果你很认真的 想提升你的英语的绘画能力的话 这个课程是会非常适合你的 这个课程是我从我自己日语学习的经历 去研发出来的 因为我学日语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很多年来 都是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不知为什么 又是说不到 我来到日本之后 有幸去一间日语学校 他们是提供大量的练习给我的 我在三至四个月之内 达到了日语的绘画的水平 我了解了这个打稳基础 以及在这个基础上面 要大量的练习的重要性之后 我就发现 其实大家香港人学英文 很多时候就是 正正就是这个问题 不停地学习很大量新的知识 但是明明基础都没打得稳 而在基础上面又没有什么练习 所以大家也都是不停 就算学习很多东西 都是做不到一个绘画的程度 那课程那里 除了我会用广东话 去解释一些文化的基础之外 也都会有大量的练习 就是可以让你去 去确认自己 学得对不对 另外那些练习是很多 造句的练习来的 当你熟练到 放学上的文化 真的去造句上 去用这些文化的时候 到你真的去尝试做绘画的时候 你也可以因为你做了这些的练习 而你真的懂得用这些文化 去表达自己想说的 如果现在你觉得 自己还没说到英文 而你真的认真地 是想提升你英语绘画能力 真的想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做到英语绘画的程度的话 希望你可以去考虑这个课程 而课程的更多的详程 在下面这条连续 就可以看到了 希望在课程里面 是可以再见到你的 今天这条影片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like 还有订阅我这个YouTube的频道 我下一条影片 再和你分享更多了 拜拜